我們大家都守規矩排隊 我們幾百個人排隊 你就一直走來走去 你離開一下 像你是不是離開了嘛 台灣首間寶可夢中心開幕後 爆發帶牌和插隊風波 許托仁也立刻將 免費得到的紀念特典卡 台北的皮卡丘po網轉賣 寶可夢卡牌的相關臉書社團 出現大量交易文章 價格也從起初的 每張一千五百元 降至最低一百元 但都五人購買 我都非常喜歡寶可夢 所以我接到這樣的消息 就是台灣第一次 終於有寶可夢的商店 寶可夢中心 所以我們都非常開心 粉絲排隊搶拿紀念特典卡 但果然也被黃牛盯上 帶牌的滿多人 我是覺得不意外 因為第一間寶可夢商店 是很正常的 臉書社團中 甚至有網友 開始以低價大量收購特典卡 聽聞曝光後 不少內行寶可夢迷指出 應該是要賣到國外 難怪會有阿嬤帶牌團 畢竟是限定款 發完就沒了 雖然特典卡數量有限 不過也有客人直擊 現場備貨量相當充足 甚至看到業者 推了好幾台推車 這幾天去應該都還拿得到 讓不少寶可夢迷笑稱 黃牛踢到鐵板 好開心 只是沒想到 第一間寶可夢中心 吸粉同時也帶來了代買亂象 三星期有高雲宣王沛華 台北採訪報